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いた 早晨 大家午日 cognitive 也是 大香港早晨 今早就很厉害,今早就在外景 外景的访问 是的 我在我们身边,这个是淡仔 打好我的淡仔 没人想知道 我们身边的位置就是Karma Karma你好 访问的嘉班 是的 我叫Karma,大家好 我今年在理工大学毕业 就做了这个无事无事的研究所的一个创办人之一 无事无事是 你的研究所的名字吗? 是的 我以为你说你毕业之后做了无事无事的 不知道什么 不是不是 因为Karma他开始了一个研究所 就叫做是无事无事研究所 是的 中文即是真的无事无事 是的 其实是有一个安慰人的作用在里面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一个人在旁边 打不打肩膊 没事没事 那你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很安心的作用 还有就是都很想去带出一个信息 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都好 都是There is no worry 是的 那你的无事无事研究所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除了你安慰人家 你不是就这样拍两下吗? 是的 拍两下都很重要的 是的 是的 其实是整个project 我就有分到三类的残疾人士 第一类就是智障人士 然后就是残疾人士 和视障人士 我分别都会为这几类不同的人 去做一些不同的设计 嗯 去令他可能生活上好些 或者是一个满足感在里面 哦 因为这样的 因为Kommard本身呢 其实他在理工是设计设计毕业的 嗯 是的 但是他毕业之后呢 现在就是从事一样比较特别一点 那其实你说是不是又非常特别 可能近两年又多了一些设计师 他们会是再愿意投身去这一类型的行业 我们通常称之为一个叫做社会设计 或者社会创意的行业 那通常呢就是设计师 利用他们自己一些的想法 一些的创意 就将他们一些生活里面的经验 又或者是他们的经历 放在他们的设计里面 那而Kommard呢 没Kommard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Kommard 那他就是找了三类的朋友 是的 那三类的朋友就是不同类型的 身体残障的朋友 那他们就是可能是视障 可能是残疾人士 残疾人士 或者是老竞联的朋友 老竞联的朋友就是残疾人士 和智障人士 是的 那三类的朋友就是设计一些产品 嗯 那就是希望他在生活上面 可以帮助到他们 嗯 那我们介绍你是不是 呃 你有没有补充 都ok 那我们待会慢慢再说 嗯 那我们看一下一些产品 看产品 看产品 那有一个呢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来找Kommard呢 其实那天我看到我的报导呢 就挺有趣的 那是报导到Kommard这个产品 那我就觉得呢 就是很有意思 也是很确实是帮到人 那所以我就决定来找Kommard做一个 访问了 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一样产品先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银包来的 那这个银包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那首先我们打开它看看 你会看到这个银包呢 那画面左边那边 就是我们右边那边 那你就会看到呢 它左下角呢 那就有一些小小 一粒粒 银色的一点点 那那那里其实是做什么的呢 为什么好像你说到你设计那样 你看得 我看资料看得长壮 不能解释得清楚 那这里呢 那你看到我手指指着这里呢 有一些银色的一点点 那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呢 因为呢 那些视像人士呢 他看银子的银码呢 不是看得太多 未必看到那个银码呢 那所以呢 有这些点点呢 那就可以帮助他们呢 去认知到那些银子的价值是多少 那而究竟怎样认呢 不如叫你示范一下给我们看 一打开的时候 你会见到 其实会有不同的点的 而每一个点呢 其实都是分回每一个钱币的价值 譬如第一粒是10元 接着就20元 50元 这样 那呢 这里有一个通窗的设计呢 其实是方便它可以顶尽 让它不会有一个偏差在里面的 而它一反过来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可以慢慢摸 这一粒是第一粒 接着就第二粒 这一张就是一张20元 那另外呢 可以示范另外一张100元 一样 同样道理 都是放下去 那你就会发现一路数 10元 20元 50元 100元 那就会知道 钱币的价值是多少 好了 很怪的 先放一张100元 试一下 好了 鄭同胎 我现在给你试试一张100元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先拿走一张20元 可以一起摆的吗 但通常你是不知道过一张 才摆过一个 那我们现在将100元摄进去 这样摺起来 这样 就可以对到那些点点了 这个刚刚好 对吧 对吧 其实就是 就是这样 那接着你就再 对了 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对着第几点 这个第四点 我想问一下 因为第一个点 在银包里 这样摄进去 拼下去的时候 就可以让这些市场市 知道多少钱 但是 我不是太懂 那譬如 有些市场市 可能那张银纸上 已经有一些很轻微的 或者有些适应 但是 这个做法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为什么要在银包里 弄这些设计呢 其实首先 我们香港的紙币 本身有一些 就是新一点的银纸 都有这个特点 但是其实 你去摸 基本上是 不是很摸得到 因为它不是很突出 而且其实这个紙币 它都会有磨蝕的情况 所以其实 它们都未必可以 就这样纯粹摸这个紙币 就是用残了 摸下去就摸不到 其实是没有东西的 是的 而且旧式的那些紙币 可能十几十年前 那些就没有了 是的 所以变了 其实如果你就这样摸 就未必可以摸得到 是这个的 这个概念 你是怎么样 嗯嗯 其实呢 本身视像人士 它们都有一个 叫做量抄器 它是一个好像卡 我不知道之前你们有没有见过 那它那个原理 其实也是 将一张纸摄下去 再翻 那就有不同的点 但是呢 因为我问十个 有九个 我想十个有十个市场人士 都不会用这个 但是呢 为什么他们不会带出街 是因为你要 特意拿一件东西 押我拿出街 还有 他说一拿出来 那些人就知道你是盲的 所以变了他们就很少 会这样去用这个东西 情愿就纯粹去问人就算了 嗯嗯嗯 其实这个呢 我会做多了一格 去给他们的 因为平时我们的钱包 只有两格 对啊 有三格 为什么我会做三格呢 还有比较薄一点的 这个感觉 是因为 可能他们 计算完之后 其实他们都可以更容易分裂 比如第一格 就是十元二十元 第二格就是五十一百 然后五百一千 所以他们 就算家人 计算分好给他们 他们都可以很容易 可以拿到钱 嗯嗯嗯 这个设计挺贴心的 谢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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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这个是 因为其实你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有实用而来的概念 这个是银包 这个银包 我隔离这个 隔离这个 隔离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为了一个 老麻痹人士 去设计的一个银包 那跟他相处完之后呢 就发现到他 平时呢 其实他找到一大堆银 那因为呢 其实他是一个 残疾人士 那其实他只有两只手指 可以移动的 嗯 每只手两只手指 还是两只 每只手两只手指 可以移动的 很麻烦 而且定期的都要去中心 而且他拿着银包 还不知道怎么用 是的 要唱 那我真的去找他平时 生活上的一些 困难或者需要 而就着他的问题 去想一些方法去解决 那这个就是 他有两只手指 对啦 那后面其实都会有一个 勾勾的 那就方便他 其实他一勾呢 他就可以这样打开 然后倒一些银子出来 去给别人去帮他 去搅换 就是这样 嗯 这两个的银包 你能够 就是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一定是有亲身的接触 嗯 容易察觉得到 嗯 那你是自己去做义工 还是本身你在设计计的时候 就已经是有相关一些的课程 其实都不是 哈哈哈哈 我是在 就是 刚好我那时候 就是FIP Final Year Project 嗯 那我就刚好就想去到 就是视像人士的中心那里 去做一些research 那我在街上就 就是 刚好碰到一个视像人士 那我就很衰地跟踪他 哈哈 因为我很想 你跟着他吗 我跟着他吗 就是你看看他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 是的 我很想知道他 不好意思啊 John 哈哈哈哈 是啊 但是做了朋友 幸好他不是不黑电 不黑电 找警察抓了你 那接着呢 我就一直跟着他 因为我很想知道 究竟他们平时日常生活 最真实的一面 他们会遇到什么问题 是 那接着我就一直跟着他 一路走 那就 他 反而是他带了我去中心那里 那我就不用找路 嗯 那之后 我去到的时候 我就上前去 就是跟他说 啊 其实我刚才跟踪你 哈哈 其实是 其实是 不好的 因为我本身是个 不守规矩的人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爆到很多 设计上 你想不到的东西 是的 那接着我就跟他上前 就是跟他说 啊 哎呀 哎呀 为什么我会这样去做啊 我来的项目 其实是 都很想换到他们去做一些项目 那样 那接着他就很乐意的这样 就带了我去 他们那个中心那里 那边 他就开始呢 好像导游那样 带我去譬如 市像人士的图书馆 那里面不同的设施啊 那里面就 哇 好像另外一个世界那样 那样 有见到一些 這些盲人的特製 我覺得很多東西是很有趣 我們之前沒見過的東西 慢慢去接觸 在那天認識了另一個視像人士 就是他邀請我和他去年宵 也是為他做銀包的女生 然後慢慢透過相處 找回他們的需要 再為他們設計 如果這樣說 其實在你讀大學的時候 那個專業訓練 是沒有接觸過一些類型的 譬如訓練 其實真的沒有 就算是我們這一代 或者上一代 基本上都沒有人教育過 我們怎樣去看一些殘疾人士 這件事也是很缺乏 我都很想由現在開始去做 譬如這樣說 譬如哪一塊 譬如你想的概念出來 的概念是這樣的 但是做到出來的時候 你發現到達不到你的效果 或者你可能會覺得 現在還需要改良 或者改良的產品 譬如視像人士 錢包那個會比較大 因為它是比較針對性的 一些 practical的問題 譬如你又想這一個 的前身 其實可能已經想了十幾二十個 不同的形式 一路去演變出來 那你說那個困難就是 你真的要一直去找人去測試 看看怎樣去做這件事 嗯 那除了這兩塊 還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是你的 陳兒子 你的產品是 你想介紹 不是介紹 就是大家分享一下 嗯 分享嗎 我覺得全部都很值得分享 哈哈 這一個 譬如這個 這個叫做小貓熊 但是呢 我有理由相信 它是100%寫錯字 就是應該是小熊貓 哈哈 但是怎樣寫錯字 就是小貓熊 就是寫它的名字 譬如你說你一個 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就 幫它改個名字 哦 是 是的 那它第二次是說小熊貓的 但是我覺得小熊貓熊 那這隻是什麼來的呢 這隻是之前我 我和一些智障人士去做了一個 認識自己的畫畫工作坊 那裡面呢 我就把他們自己畫的東西 再去做成一些產品送給他們 譬如說我想要一個公仔 那我就把他的畫做成公仔 這些斜貓袋 就想要斜貓袋 那我就做一個斜貓袋 哦 就是他們畫了出來 然後你幫他們做出來 是的 嗯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隻小貓熊 小貓熊 那這個就是他們設計了之後 你再幫他們親手做出來 是的 嗯 那這個 可以脫褲 脫褲 哈哈 是的 那這個 這個袋有沒有特別功能 這個沒有特別功能 但是因為它這些 其實 都是它自己真的對著鏡子 去摸自己 譬如我們眼睛啊 耳朵啊 這樣對著鏡子去畫出來的 那這些我都是 就是用回自己的技能 用軟件 怎樣砌 再去做 sill screen 這樣去做 是的 那這個可能遠一點 看不清楚 那其實呢 我們看到袋子上面 有一個個 小小的圓形 白色的一個個 是一些 公仔是一些人樣 這樣 那些就是那些朋友 去自己畫出來的 嗯嗯 然後你再用電腦 去幫他們印在這個袋子上面 嗯哼 好了 那回來 然後我們桌上還有這個 很長的這個枕頭 這個 這個 上面有四個人樣的公仔 那這個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 都是他們對著鏡子 一些喜怒哀樂的表情 那他們就自己選顏色啊 要想怎樣做啊 那跟著他就說 想一個 然後就 啊 就做 像聖誕老人一樣 哦 是啊 是啊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呢 就是現在其實你 接觸那些的朋友 嗯 其實都有一定的數量 嗯 我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你 剛剛譬如銀包 嗯 這隻小貓紅 你是怎樣認識那些的朋友 你是去個中心裏面的一些會員 還是其實你現在已經是有自己的一些網絡 這樣是認識到那些的朋友 是 那時候去我自己家附近的福康會 是 那之後就又是敲門 那樣啦 又是什麼都不怕死 那樣 就衝上去 然後又是跟他們說 啊我接下來有一個這樣的project 那剛好那時候 其實是賬銀包已經在做的了 是 那就去跟他們share之後 他們覺得 都其實這個project都很有意思 那變了他就會 開始去幫你去做聯絡啊 譬如我要想找些什麼人 他們就幫忙去找 那時候你還是讀近書的 是啊 是啊 哦 讀的讀設計 讀得這麼社工的 哈哈 其實混合了 混合了一起 你比我的學生更加社工 哈哈 真的 哈哈 可能我去ProtectSoul做社工 好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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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前面這一堆就是 你跟那些的 譬如智障朋友 一些輕度日子的朋友 嗯 那跟他們接觸完之後 就是有些小賊子來的 嗯 嗯 其實這些呢 是每一個獨立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人 他們 裡面 我跟他經歷的事情 我都會一直記住在裡面 還有其實每一個都很特別的 我覺得 就是裡面所有的經歷 這樣 這些小賊子 是你自己去跟他做訪問啊 然後 不如 未必是訪問的 可能是 就是我跟他一些親身的經歷 嗯 嗯 是的 裡面譬如 可能 有些什麼感受啊 一些分享在裡面 嗯 而每一份 那份小賊子 後面都是 譬如可能跟那位的 視障 或者查障人士 他需要那個產品 都有關 都會有的 就是整個 我跟他的一些的故事 還有一些裡面的製作都會在裡面的 哦 那很厲害啊 很厲害 不厲害 是的 我看到這幾本書 會不會說 我們可以在哪裡拿到來看的呢 嗯 我有想過會出一些ebook 就是放上網去給別人看的 那這個可能下一步 看看怎樣去做 暫時就只有你這裡 才有實體的版本 是的 我覺得很厲害啊 不如你 有機會上課吧 幫他們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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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為 我們很多時候 特別在那個行業裡面 會說這個是一個知識的傳遞 嗯 因為就這樣看這個產品 大家很多時候以為 銀包漂亮 買了它就是一件事 嗯 就是當作是一個產品 純粹是products 純粹是賣物 純粹是商品 甚至是商品 但是你說這一個的做法 是會令到人更加明白 原來這一個不單是一個商品 而是背後是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真切的真實的需要 才是有這個銀包的出現 那我覺得這一套才是一個的package 沒有了這一份東西 這個可能一大量生產 大家就當作是商品 嗯 我們這裡就是 沒有事沒有事的一個研究 就是一個研究所 就是一個研究所 那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材料在我旁邊 有些布 嗯 麥卡板是用來擺東西的 那有布 我看到有些公仔 有些公仔 有些公仔 有些畫 地上那裡有些畫 有些畫紙 那這個研究室就是 你平時可能有些小朋友 或者一些上來的地方 或者是純粹你自己的工作室 其實都會有一些小朋友會上來玩的 還有都會之前都做了一個 都是認識自己的畫畫工作坊 那裡面呢 其實都是一些自閉小朋友 嗯 自障再混合一些正常的小朋友 那為什麼我會想這樣去混合呢 是我很想給一個機會 他們去認識大家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你自閉症 他們是有一個獨立的學校 那正常的也有獨立的學校 嗯 變成他們很少機會可以 就是整個都分隔了 對 其實基本上是社會上分隔了他們這兩班人 變成很多時候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有這麼多的錯誤 或者我們看到一些自助人士 我們就覺得很害怕 或者很危險 要走 其實是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都沒有一個教育 我們要怎樣去跟他們相處 或者我們心態上要怎樣 所以我很想 就是有一個機會 可能是透過一個workshop 而去讓他們可以 從小時候開始再一步去認識這件事 嗯 因為其實Corma剛才說的一段話 在他的產品裏面有一句 我很記得的 嗯 他有說到設計是帶來一個共融的 嗯 嗯 我會覺得這個是整個concept 就是整個 最重要 去做的最重要的部分 嗯 我覺得 怎麼說呢 是很老套的 但是 真的 你覺得老套我不是 是嗎 我覺得很厲害 哈哈 因為特別是讀設計系畢業的學生 可能大家畢業的時候 都考慮就是要找工作 嗯 所以現在不是找不到工作 哈哈 要買樓 哈哈 我覺得你現在 如果進入到這個話題的話 因為你說你找不到工作 其實 在這一段時間裏面 因為你畢業了一年 差不多 嗯 半年左右 大半年左右 有沒有困難 其實也有的 那些同學仔都已經開始 即是家人工 還在原地 對啊 怎麼說 是啊 也有困難的 那其實現在也是 可能靠 Freelance 甚至有些Part time 這樣做著頂月線 這樣 都有飯吃的 呃 你看你都瘦 吃麵 哈哈 哈哈 其實 因為我自己這麼想 因為你譬如在這個地方 嗯 我相信這個地方 都可能是有些NGO去幫忙 還是 沒有的 沒有的 即是 即是 燈油火辣 阿租都要自己去 阿租那些就不用 即是它是Provide的一個地方 但其實都不穩定的 所以其實都會 希望會有一個地方 真的可以落實去做 那因為之後 來這條路 我都會想 譬如有些小學來參觀 那什麼都會有一個地方 可以做得到 嗯 嗯 這裏其實是一個小學來的 本身 是嗎 本身中學 是 但是殺了校的 是的 殺了校的中學 那跟著現在 其實 其實這個中學 能夠變成一個 你剛才所說的 文章 跟著就在那裡 都好 但是其實可能相對位置 差一點點 嗯嗯嗯 但是其實除了在那個位置上 或者那個空間上面 那個需要之外 有沒有 譬如你會覺得現在 比較難去 去 將你的產品 或者將你的一些概念 去Sell出去 有沒有呢 嗯 我想是 可能是 第一筆的資金 譬如你試鏡人試 銀包 這樣說 那其實你譬如你去找廠 你都起碼 都會有一個數量限制 譬如要100個200個 嗯 可能是第一筆 然後再 再 之後下一步 就可以慢慢這樣 走下去 嗯 但是你現在這個 只有一個 是啊 哈哈 還有 還有它已經開始殘舊 因為擺過那些字 展覽 是啊 這樣 所以都想 看看怎樣 可以再 improve 得好一點 嗯嗯 但是你會不會擔心呢 當這個產品 大量生產之後 嗯 因為其實很坦白說 現在一個 嗯 是 你的原創 好嗎 嗯 你的原創 而這件事 你沒有拿任何的專利 等等 你會不會自己 你會不會都有考慮要拿專利 還是你覺得 其實 就是為了幫人而不考慮那個 其實 很難 不是很難 是不難 哈哈 因為 因為譬如你專利 它說都會有分很多種 是 譬如別人抄理 你可能改一改那個材料 或者轉一點 譬如粒點轉做一個長條 嗯 那其實你已經過不入了 或者你其實 你申請完 你 就算人家真的抄理 你都未必會有錢去打官司 那所以 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就算人家抄理 其實你都在幫一班的視像人士 這樣就會好些 哈哈 但其實是很慘 是啊 就這樣就沒有了 那我會覺得的是 這個我自己非常欣賞 就是我沒想過原來 這些小冊子原來是和這一系列的 是這麼緊密的 哈哈 哈哈 你覺得你有什麼 再想和大家分享呢 其實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裡面一些不同的故事 是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FIP 其實我是完全沒有想過 去搭觸這件事 嗯 我不知道你們做社工 會不會都是這樣 因為對於 然後就有一個小朋友 在那個鐵柱那裡玩 嗯 然後就有一個智障人士進來 那他媽媽就坐在那裡 然後就很緊張了 那他因為看到那個智障人士 然後就叫兒子回來 那些 就是很害怕那個智障人士 跟兒子有接觸 是啊 然後那個兒子其實很沒什麼 這樣繼續玩 這樣不管媽媽 然後媽媽就渴望他了 就越大聲說回來啊 這樣那些 那其實這一樣很細微的東西 就發現到其實 在很多人 怎麼說呢 就是都會很避忌這一樣東西 嗯 但是其實我跟他們接觸完 我又覺得完全 是兩回事來的 反而我覺得是在他們 裡面可以找到他們的快樂 嗯 就是很多時候呢 他們很簡單就很快樂 但是我們呢 就是很少東西就會喊生喊死 啊今天被老闆罵啊 今天肥了兩磅啊 我要死啦 那些 那變了其實我覺得是 就是令自己會有另一個體會 也是覺得 啊 其實我們所謂的困難都 就是不應該是 就是不會視為一些的困難 是啊 這樣 唉 哈哈 我都很老頭 哈哈 哈哈 不是 是不是很大感受 不是 我的感受就是 我會想回自己的學生 嗯 那Comma就想問問你呢 你接下來這個 武士武士研究所的發展方向 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會分兩部分的 那第一部分就是 產品 那第二部分就是 會在教育那邊 嗯 那產品的話呢 其實第一步我想是 視像人士的銀包 嗯 就是這個 是啊 那很希望其實 如果他真的幫到視像人士呢 其實是 一樣 可以幫到他們生活上少少的 幫忙 哈哈 那接著就是 教育方面 嗯 那我自己都很想在教育裡面 可能去邀請一些 中小學生 和一些社區中心 怎樣去 combine 一齊 去搞一些workshop 或者去講一些talk 去宣傳一個 共融的訊息在裡面 是 那怎樣也好 那我們其實來到這裡 是 就是很多謝康夥抽時間 和我們接受訪問 嗯 那我覺得其實 無論 其實 就是這樣說 你說這一系列的產品 現在究竟 是會有些什麼的發展 或者其實 我自己都有這樣看的 其實只是一個起步 嗯 就是整個社會設計 社會創意 特別在社工的行業裡面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是 就是出了事 嗯 有問題了 或者是遇到一些所謂的 就是使用者 有一些遭遇 才想一些補救方法 嗯 但是其實這些設計 其實反而就是 在他們的生活上 息息相關 或者可能很細緻的 一些的改動 就令到其實那個問題 未必會發生 嗯 那我會覺得的是 希望的就是 如果大家都是 有跟我跟我一樣的 一些的能力的話 其實可以 嗯 盡大家的一點點力 社會的自然改變 是 是 那我們今天再次 多謝阿科馬抽時間 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 多謝 拜拜